欢迎出下一位告白者 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他们的表演 谁是告白者 他是告白者 你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 如果给他起个名字 你会起什么名字呢 爱揍的四川 你就是要告诉别人 权不如枪块 对 真是会 你要向谁告白 向我的父亲 需不需要在告白之前 先把这个行头给卸下 我怕 我脱下来会让大家心情不好 刚刚的那个特别欢乐的心情 突然一下就没有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伙介意他出来吗 好 那大家不介意 我也没有问题 请 来个工作人员帮想忙 帮他出去 身上的衣服 我们掌声再鼓励一下他的勇气吧 谢谢 对 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磊 今年26岁 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 我从小得了一种怪病 它叫做碎骨病 刚刚我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看我的胳膊已经弃行了 所以 变形了 对 我怕出来以后 大家会看到了 刚刚那个特别快乐的心情 一下突然没有了 不会不会 我们只会从心里边 涌起一股敬佩 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到我 因为我和常人不同 比如说刚刚我从那个位置到这 都不能自己行动 26年了 都是我爸爸一个人在照顾我 我每天吃饭 上厕所 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我爸爸来帮助我完成 拿纸来给他擦下额头的汗 自己可以吗 可以 他擦发汗都很困难 因为他这个肘部的关节是变形的 不像我们可以这样 他要这样 你妈妈呢 父母离异了 因为小的时候 对 那你们家里的经济来源 主要来源于父亲 我和我爸现在的收入就是只低保 再有一些就是 我可能偶尔会接一些小的演出 你有工作吗 我现在没有工作 但是我正奔着这个 从事的这一方面的行业 就刚才的这个表演 表演和唱歌的这个行业 你还会唱歌啊 对啊 那你给我唱一首 当然可以 来来来来听一下 我知道他不爱我 他的眼神 说出他的心 我看到了他的心 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 他的回忆 清楚的不够干净 我看到了他的心 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 他不爱我 他不爱我 尽管如此 他还是迎走了 我的心 谢谢 你很难相信 这样磅礴的声音 是从这么小的身子鼓里发出来的 唱得真不错 这也跟锻炼有关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 不跟父亲表述自己的感激之行的吗 主持人 您跟您父亲说过 谢谢之类的肉麻的话吗 我没有跟我妈跟我爸说过 我爱你 但是我跟我父亲会搂着肩膀说话 这个就是男人之间的这种表达 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想说 其实男人之间也可以有真情 既然爱 那就大声地说出来 来自黑龙江的张磊 从小身患严重的脆骨病 为了能将儿子照顾长大成人 张磊的父亲 舍弃了属于刺激的事业 爱情 单身带着儿子 举步违离了生活26年 为了感谢父亲26年的养育之急 张磊独自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大声说出对父亲从未表达过的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启告白顺门 接下来张磊问你几个问题 好的 我们刚才说了父爱无言 不是每一个父亲都会到这个舞台上来接受自己的孩子所说出的爱 因为那感觉有点矫情 男人都怕矫情 你觉得你父亲会来吗 我觉得我爸爸会来 你觉得你父亲在这么漫长的26年当中是什么支撑的他 一直和你相伴道经 父子之情 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这就够了 你对父亲将来的生活有什么期许吗 我希望我爸爸更幸福 好 请你把手放在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之上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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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张爸爸你好 来把张雷翻上来 好 我说张爸爸 我说您今天上来好像有点恍惚 您今天不知道到这来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今天看见儿子在这 看见我们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们副资料 你猜不出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那您看一下下面这四个字是什么 完美告白 你觉得谁跟谁告白 总不可能是我向您告白 其实是我儿子 你觉得谁跟谁告白 我说这一句话 我说这些话 那么我说这边是好 我说这边是好 是好 有了 我说这边是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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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